好刚刚看到的是菜市场的停车问题 那么现在看到的人是玉里镇的光复路上 因为通道玉里火车站 所以马路两旁几乎都是小吃或者是餐厅 公所为了要解决围停的问题是前往会刊 发现人行道是容易被暂停车辆给占用 并且步道还设置了变电箱以及壁挂的电表箱 也造成了行人是不方便通行 衍生出人车争道的情况 那么光复路沿线也是没有划设停车阁 也使得违规临停的现象是层出不穷 玉里镇的光复路上因为通道玉里火车站 所以马路两旁几乎都是小吃餐厅宴 不过由于没有停车位 所以车子就临时停在道路的两旁 公所为了解决围停的问题 前往会看 发现人行步道容易被暂停车辆给占用 并且步道还设置变电箱以及壁挂电表箱 造成行人不便 衍生人车争道情况 而光复路沿线未划设停车阁 也使得违规临停的现象层出不穷 今天针对这些步道停车阁不足 以及人行步道的不完善来做实力会堪 也希望我们在地的民众能够全力的配合 让我们玉里镇能够变成一个 四季一样的安民 玉里镇公所表示 会后会跟交通专家来做讨论 后续如何一次完善的解决相关问题 届时也希望民众能够全力配合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